嗨嗨 我是Josh 今天呢來跟大家談談自我覺察 最近這個名詞的討論度還蠻高的 那對於這個東西呢 我現在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心得啦 就想說把我的想法整理一下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對喔 只是分享而已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 都能夠大概描述自己的個性 但是如果說要精確一點的 去描述自己的個性 好像又不是那麼容易 那我前陣子有去韓國玩嘛 在那邊跟一個朋友聊天 就有聊到了韓國最近幾年非常流行的 MVTI性格測試 那有點像是 性向測驗啊 它會問你很多問題 然後你要去選擇回答 同意還是不同意 比如說 你通常不會主動跟人交談 這題我就會選很同意 還有像是你的旅行計畫 通常經過深思熟慮 這個我就會選非常反對 你們有看過我拍的一些旅行影片就知道 我去旅行都超級隨性的 不會規劃太詳細的行程 就是這樣子根據你選擇的答案 最後這個測驗 會把你的人格做個分類 一共會分成16種人格 你可以看看你是屬於哪一種 透過這樣簡單的方式 你會對自己的喜好 個性 優點缺點都會更加了解 我覺得經過這樣的測試 我更了解自己了 我個人認為啦 這種分析個性的方式 比起星座 血型 生成八字 面相之類的 都還要更能夠說服我 因為它是根據你 回答那些問題根據你回答答案 去分析你的個性 我覺得 非常符合邏輯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測驗結果好了 我的分類是ISTP 這每一個字母代表的就是一個類型 我簡單說明ISTP分別代表什麼 I代表的是內向型 偏向I的人 他在獨處的環境會感到很自在 喜歡獨立完成事情 S代表的是實感型 偏向S的人會著眼於現在 依靠著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 去做當下的判斷 而比較沒興趣去關注未來的狀況 T代表的是思考型 偏向T的人 通常想法或是做決定的方式 會比較容易根據邏輯 但是缺點就是 他們會被認為做事情比較不近人情 也不太容易感受到別人的情緒 對他們來說 比起人的感受 事情的邏輯是更重要的 最後是P代表的是感知型 偏向P的人 會不太喜歡那種很規律 一切都照著計劃進行的生活 他們會比較喜歡 讓所有事情都保持彈性 這樣才能應付各種各樣的可能變化 OK 簡單介紹完了ISTP 光是這幾點 比較簡略的分類描述 我覺得就有好幾個 準確的描述到了我的性格跟偏好 首先 我確實是一個 非常偏向內向型的人 看到這個結果 我就馬上想到我大學的時候 我選課的時候 都會盡可能避掉要分組的課 我寧願選擇考試 或是那種自己一個人做報告的課 我也不要做分組報告 那像到了現在 我做YouTuber也做了好幾年了嘛 有很多觀眾都問過我 欸 嘉許你怎麼不籌組自己的團隊啊 你應該要有人攝影 有人剪輯 然後可能有人幫你整理那些數據啊 資料等等 這樣子你才可以把你的規模做大啊 這個建議是非常合理的 也確實有很多YouTuber會這樣做 來把自己的頻道規模做大 可是 透過MBTI的性格測試 我就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年了 我都沒有選擇這樣做 我還是比較習慣 自己想 自己拍 自己剪 即便影片品質 真的就沒什麼長進 可是這就是我的工作偏好 我比較喜歡自己慢慢弄 我是到了最近啊 才真的開始找剪輯師合作 因為明年我預計要去拍 大聯盟球場之旅嘛 到時候我是一定沒有時間可以做剪輯 所以必須要有人幫忙 那最近開始找人合作了 再過一陣子 可能才會看到我們合作的一些作品 再來呢 我們把ISTV的幾個特性綜合起來 我跳到幾篇網路文章 所寫的ISTV的人的特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ISTV的人不喜歡被約束 會需要那種有自主權 又能夠單獨工作的工作環境 然後ISTV的人會蠻重視公平性 有時候會因此 比較沒有考慮到別人的情緒感受 就造成一些相處上的摩擦跟誤會 還有就是 ISTV的人會比較容易3分鐘熱度 可能會突然冒出一個想法 就很行動派的直接開始做 但是過沒多久 又突然想去做別的事情 欠缺長遠的規劃 我覺得這些就描述我的個性 描述的蠻具體的 比如說工作的部分 我現在的工作就是一個 不會受約束 有自主權 又能夠單獨進行的工作 以前我說過 我退伍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台積電嘛 可是我只待了3個月就自己提B職了 現在回頭來看 台積電確實是比較不屬於這種形式的工作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台積電是一份不好的工作 我有很多同學都在裡面待了很久 也待了很自在 可能就是我的性格啦 跟這份工作的相容性比較差一點 所以我才會覺得 待在裡面讓我覺得不太喜歡 然後像是那個 比較沒有考慮到別人的情緒跟感受 造成了一些相處上的摩擦跟誤會 這個我就發生過了嘛 之前跟一瓶佛特加那一次啊 我覺得就有點是跟這個相關啊 在我的邏輯上來說啦 當時那件事情 我覺得我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提的合作為我的考量 那我就很直接的回絕掉了 但是如果我能夠更在乎別人的情緒感受 也許我就會想到 我是不是能夠用更圓滑一點的方式來回應他 來回絕他 而不是就很直接的講說 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我不想做這次合作 那後續說不定就不會有這麼多的風波發生了 我覺得這個就還蠻值得我好好的反省啊 我可能不是那麼擅長去察覺別人的情緒跟感受 我自己本身也不太在意這些東西 但是這可能是別人會在意的 所以我在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就必須要提醒自己 不要只注重在事情本身 也要花些心思在人的身上 也許就可以再減少一些可能發生的誤會啦 還有就是做事情三分鐘熱度的部分 我想常看我影片的觀眾應該都感受蠻深的 我有時候會突然冒出一些 比較不一樣類型的影片 但是過了一陣子 這類型的影片卻又突然停更了 原因有很多啦 有時候是後來遇到了一些執行上的困難 那有時候是實際拍了之後 才發現沒有我想像中的有趣 那有時候是 我又突然冒出了一個新的想法 我就把時間花去那個新的想法那邊了 所以我還真的蠻長三分鐘熱度的 好處是有時候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產出啦 但是壞處就是這些東西也會隨時不見 那另外說到ISTP的人喜歡獨處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有可能是造成我之前的婚姻關係 這麼慘烈的原因之一 ISTP的人是需要獨處的 這個我太認同了 我沒有那麼喜歡大量的社交活動 當然我也沒有到還是跟人家互動啦 我也很喜歡跟我的朋友出去 如果有伴侶的話 我也很喜歡跟我的伴侶相處 可是我同時也很需要跟自己相處 我要有自己的空間跟時間 不一定是要特別做什麼事情 可是我就是會需要自己一個人看個劇啊 看個節目 或是看一些可能沒什麼營養的廢文 來消化一些生活上的壓力 以及自己的各種情緒等等 有點像是充電一樣 適度的獨處能讓我重新充滿能量 我不知道Lambo如果去做了MVTI的測試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也許在這部分的人格特質 我們就完全相反 因為在我們婚後的相處當中 它不會讓我有任何的隱私 希望我的一切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中 讓我喪失了我最需要的獨處跟隱私 這點當然就讓當時的我感到非常的痛苦 可是現在做過MVTI性格測試之後 我開始了解到 也許這就是性格的差異 不見得是誰對誰錯 而是我們無法理解對方 我無法理解 為什麼他不能夠讓我獨處 不能夠給我一點隱私 而他也無法理解 為什麼都結婚了 我還需要獨處 我還需要隱私 難道夫妻之間還需要秘密嗎 他會覺得 如果我沒有什麼興趣的事情 手機或電腦給他檢查又不會怎麼樣 假如當時我們有機會做過這個測驗 我們知道了彼此的個性類型 我們就會對自己以及對對方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跟了解 他才會知道我需要隱私 需要獨處 並不是我就要淘汰案體 想要做什麼虧心事 我沒有要做什麼 我只是需要隱私 需要獨處 來消耗我生活上的壓力 來消耗我生活上的情緒 那同樣的 我可能也會理解到 為什麼我需要隱私 需要獨處這件事情 會讓他感到不安 所以我還蠻推薦群女或者是夫妻 你們可以去做做看MVTI測試 雖然說網路上有很多文章會寫說 測出來之後 哪個類型的跟哪個類型的人 會比較配或比較不配 可是我覺得 那個是參考就好啦 重點應該是 你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測試 去更了解彼此的性格是什麼 我想很多群女跟夫妻 一定都遇過那種 兩個人對同一件事情的想法 完全都不容 可能就因為這樣開始大吵 吵到最後 其中一方道歉 可能也不是因為認同了你的想法 而只是不想再吵了 所以才選擇道歉低頭 我現在會覺得這種 兩個人對同一件事情的想法 完全不同的情況 不一定是其中一方的觀念 就比較偏差還是怎麼樣 有可能只是你們的性格 造成你們重視的東西不一樣 你們思考東西的出發點 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會認為 認識自己跟認識對方的性格 不是要你透過這樣子 去說服對方接受你的想法 而是你們要能夠去更體諒對方 他跟你的想法不同 不代表他就不愛你耶 不代表他就要搞你 他就要跟你做對耶 他可能就只是 純粹的跟你不一樣 NBTI這個測試 把人的性格做了分類 可是他同時也說了 這些性格之間 其實彼此並沒有好壞 他們只是不同 而就因為不同 我們才需要彼此體諒 彼此了解 那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玩玩看 NBTI的測試 我就不要附相關的連結了啦 反正這種NBTI的測試 你網路上隨便找都有 你們可以看看 自己是什麼樣類型的人 還有自己的另一半 是什麼樣類型的人 試著去多一點了解 多一點體諒 也許可以增進你們之間的關係 也可以化解你們之間 一些可能存在的矛盾 好啦 我也不是NBTI的專家 只是我自己測試過之後 覺得蠻有趣的 加上對應到我自己發生過的各種事件 讓我有了蠻多的感觸跟想法 就跟大家做個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